随着市民上食品安全的问题越来越多 消费者也越来越重 食品的管料和加工座做的过程 所以就是滴肉加工的业绩 特别来推出捷径配方的配料商品 尽情也够减滴肉和意识嫩猪排等料理 共同没有使用化学 这些是过多的加工 加来用天真的香料来拨出食物最简单的气味 美国民众可以吃得安心 天真的滴肉料理 大家吃得都说赞 这是由在地食品加工业绩 推出的捷径配方下来三品 共同用吃香草大小的鱼 配合上天真的香料和严重 希望大家都可以吃得健康无负担 我们希望回到食物的本质 就是食物它就是全部它都能吃到肚子里面 而且它没有造成人体负担的东西 所以这是香草珠的捷径配方 我们要求的标准比欧盟还严格 欧盟它是少添加 但是我们发展出来的东西 我们希望是完全无添加 要研发一些天然的取代物 来取代食品添加物 那要不就是我们要研发一些科技 一些技术的一些方式来取代食品添加物 那未来这个Clean Level的产品 是食品的一个消费者趋势 也是未来食品的一个发展趋势 参考欧米国家 甘丹配方的饮食性关联 业者这处所使用的捷径标示 是欧盟为主会营消费者 对健康食品 以及减作使用人工添加物的需求 所发起的作法 而且这处的新三品 竟争计南岛观众名胖料 也够来增加在地的地下 在金融新集团的廖董市长所带领的团队 一直希望能够跟在地的这个作物来做一个结合 尤其是今天这个发表的产品里面 跟在地的这个马告 跟这个嫩猪排 或者是咸猪肉来做一个结合 减着强调 它没输用人工化学和人工的添加物 仅仅用天然香料 刷出食物最好的煮味 不能让大家享受到食物来完美 也让大家可以吃了健康 记者显示长报道